讲述劳模故事 传递劳模精神 特别策划 新年化奋斗 我是劳模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昌江 昌华镇 昌华社区村民陶凤娇 她和姐妹们在沙丘上筑起绿色长城 被誉为绿色娘子军 每片都全部都看过 哪颗这个鸭子干的你们要砍掉 在海南省昌江临族自治县 齐子湾的万亩沙丘上 有着一支由30多人组成的造林队 其中有22名妇女 从1992年一直坚持种树至今 她们用自己的努力 一点一点将齐子湾这片沙漠变成绿洲 陶凤娇就是这支绿色娘子军的带头人 同时也是全国三八绿色奖章获得者 今年种这片树了 这全部都是绿的了 活得多 死得少 到门年又重新种了 就重新种结的这叶片 人就对她就有感情了 对她有感情就不写的 写的放弃 陶凤娇是长江昌华镇昌华社区村民 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陶凤娇 宝尝封杀之苦 曾立志改变这里的面貌 1992年 一位外地老板承包这片海防林的建造任务 陶凤娇和同村八十多名妇女加入造林队伍种起了树 由于沙化严重 几年过去成活的树寥寥无几 无奈之下 老板放弃了造林任务 看着眼前的荒漠 不服输的陶凤娇 再次拿起铁丘和镂筐 发动造林队伍的姐妹 接下了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这个活是靠你们做了 这个车不到 什么都不到的 就是靠员工 牛车给我们拉嘛 也没有拉得那么多 只要靠你们 你们是像移工移山这样的精神 把我们这个沙漠变成绿洲 都是你们的功劳 都是你们的苦劳 没办法跟姐妹们做思想工作 1996年 省林业局成立了 由省林科所科研人员组成的客厅组 在秦子湾进行海防林制杀造林实验 陶凤娇竞技组织造林队 配合科研小组开展造林实验 为掌握科学造林技术 他潜心学习 蓄心求教 并多次到县林业局 邀请营林技术员到造林地给队员们上课 从1997年 昌江全面推广 省林科所试验林的成功经验开始 陶凤娇带领造林队员 每年都要进行长达9个月的持续造林作业 每天早出晚归 造林队最多时发展到80多名队员 从80多人到60多人 从80多人到60多人 29年间不断有人中途放弃 可是这22位绿色娘子军咬牙坚持 经过努力 陶凤娇和他的队友们凭着坚强的毅力 用坚扛手挑的土办法 种植了上百棵树苗 你要有志气 有信心 做什么开头这是难的 只要有信心 我们肯定要成的 不说不成 活是靠人家做 我今天我种了10颗 我到门天又种了10颗 它慢慢慢慢这一片就变成绿了 就肯定活的 2010年 昌江县海防林建设任务基本完成 据统计 全县5.2万亩的海防林中 绿色娘子军的种植面积 就达到了1.88万余亩 占全县海防林面积的36% 现在放眼棋子湾 湾沿的海岸县 被绿色长廊环绕 减少了封杀对沿海村庄的危害 和海潮对海岸县的侵蚀 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显著改善 如今万亩绿城 陶凤娇和她的娘子军们 对家乡最深沉的爱还在延续 就是说看到这片是像看到我们的孩子 我把这个树爱护比我孩子要亲 像这个我们红色娘子军这样 哪里需要他们去打针 他们到哪里去 我们是哪里有沙漠 是要我们去 我们又去到哪里都住 所以我们特别有ciones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 到哪里都走 空